往往有些字幕會說Speaking in Russian 那就算了 當自己上完啦 如果這樣的話 我以後的字幕全部Speaking in Cantonese 你要下字幕 字幕有沒有內容 是鬼啊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留意一套電影 就叫天能 它的海報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就掛起了一個Poster的了 Boss 但我的問題就是什麼事呢 其實這個海報是上下掉穿了 咦 Hello everybody I'm Patrick C Welcome to the brand new channel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Reddit Reveal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this channel Yeah 話說 大家現在應該是正在上學了 是不是 就已經不是那種 All night lessons Zoom New class 切切實實地把人回到學校那種上學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會不會把自己上學的功課開始在這裏 在這裏隨便交 但是呢 其實上學已經算不錯 當人們出來社會上班的時候 他們面對的工作呢 是更加大壓力 更加累 更加不想做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Ready就是這個啦 就叫做 Not my job 一些正在上班的人 就可能被老闆叫做一些 不是屬於他範疇的工作 因為老闆叫你 你都不能不做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一下 會有什麼發生 首先第一個看的就是這個 I place to sign balls 那看看有什麼了 男癡 女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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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癡 好 啦 IQ問題來了 如果你想去廁所 你一個男生 你應該去左邊A 還是右邊B呢 如果是我呢 我就會選B 這裡 大佬你凍門寫著男癡 我管你上面寫什麼 總之這道門寫著我開過一下 這道門就是進去男癡 但是如果有人呢 真的愚蠢蠢只看上面的話呢 不知道有別的女人進來 有什麼糟糕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選 你可以在這裡投票選A還是B 你們投票後就會知道多少人會去廁所了 然後我們再看 subscribe to done balls 老闆我上完字幕了 那就是在這裡 Speaking Russian 那個字幕呢 就是講俄羅斯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如果你看電影 突然間有個韓國佬彈了出來 然後你會看到它的字幕 是突然間 Speaking in Korean 這個也不例外 但是呢 如果你要字幕呢 是因為你想翻譯 你想了解得清楚一點 有中文字幕 那你明白他會說什麼 但是呢 往往呢 有些字幕呢 是會講Speaking in Russian 那就算了 當自己上完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以後的字幕 全部Speaking in Cantonese 這裡要下字幕 字幕有沒有內容 看鬼啊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做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給我聽 發生什麼事 然後這個又是 I make the video subtitle balls Sing in foreign language 用外國語言唱歌 頂你 現在是在描述件事做了什麼 這個不是一個字幕 OK 我下面的 subtitle 就改囉 現在不是Speak in Cantonese Speak in local language 再看一下 I have no words 那發生什麼事呢 你們現在看到呢 就好像有什麼問題 但你們細心點留意一下 我的滑鼠 是左右調轉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錯啦 其實這一張圖 正確來說呢 是這樣的 如果是調演的字來印 怎麼搞呢 沒有人們看不明白這字 然後自拍來這個呢 也好笑 我發現有不少的打工仔 是很喜歡捉字 他就說呢 我準備了一個蛋糕 是Given the bakery A photo of the USB drive to put on the cake 但是那個員工呢 就聽到呢 因為這個英文說呢 就是Poto on the USB 一張USB的照片 和USB裡面的照片 兩個東西是通的 知道是否玩東西 自殺 就直接拍了一條USB 就印了一張照片 包到一個蛋糕裡 就變成一個 有USB的蛋糕 誰會想印一個USB 到一個蛋糕裡 除非是那間公司做USB 然後那間公司周年慶祝 所以就 我不知道 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做 是不是 這個也好搞笑 因為呢 我自己讀過DESIGN 這個叫TEMPLATE 就是告訴你 這裡呢 就會寫标題 下面呢 就是內文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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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有間餐廳呢 就好搞笑 Food name Food subheading Price Yummy yummy in tum tum Food and stuff And yeah Replace with this actual ingredients And make it sound good too Add 什麼什麼什麼 15元 Add 車打支持69元 Add 這個什麼什麼boy 這個不是食物 420元 誰知道這個飯盤 就給員工吃 印出來 還要放進餐廳裡 OK 我想嘗試加這個什麼什麼boy 420元 神經病 好貴 然後這個又好搞笑 有時候呢 明明你做的過程 已經知道是錯的 但是你不管 照做下去 大家看一下這個 I have placed the table 它的小龍頭在右邊 但是呢 反而這個升盤呢 就放在另一邊 裝水龍頭 不是十秒的事 等膠水乾 你又要扭來扭去 一家 搞這麼久 你都看著下面 下面明知不對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頭痛 Install Toilet Seed Boost 神經病 做什麼 為什麼你要開著這個東西 來裝這塊東西 所以現在呢 舊膠永遠都要這樣舉起 就是你沒得坐的 這個廁所 除非你直接坐在這個洞 那些瓷磚質地 有沒有人試過是沒有蓋過這個廁所板 然後坐進去 嘩 好可怕 神經病怎麼坐進去 嘩 明明有個圖士在這裡 有箭咀 你調轉來擺 那箭咀就散床了 我看到就敏了 那些真的 那個放下渠的工人 就是你還沒放進去那一下 你看到你只要多走兩步 那個人就英俊很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做完渠 沒什麼好 他會隨便踢回去 然後就 收工 但是真的很難 還有一個就是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之後 我立刻笑了 在床上笑到夾夾聲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留意 一套電影 就叫天能 它的海報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看到 就掛起了一個poster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 什麼事呢 其實這個海報是上下 調轉了 但是為什麼看我這麼正常 整個海報調轉了這樣掛呢 樣子也是沒問題的 這套東西真的是屈機的 那就是因為它用了 上下對稱的構圖 所以你上下調轉了 來擺是沒什麼問題的 厲害 好氣厲害 上一集我們有個 門就在這裡很高 都叫做勉強用到 因為都是一米幾 你真的懶都懶得上去的 老實說 但是今集 這個員工厲害了 We have installed the ATM boss 大家看看這個 目測男人 當米七幾 米九至兩米 你真正按小的位置 兩米幾 喂大哥你進了一張卡進去 你要打密碼 低密碼之後 它跟你說 不知道你錯了有問題 你都看不到你按什麼按鈕 為什麼拿錢瘋 基本上你放進去吃卡都像 大哥 我看到我都不會用 除非有條梯 嘩這個人好搞笑 神經病 Alright boss Exit sign installed 到底怎麼看呢 它是把兩個Exit的字 重疊 加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 神經病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個人的箭嘴在這邊 很大約明白的 明白的 Kelvin 明白的 不要看Youtube 但是不要這樣做 這個真的很搞笑 大家看看 Fixing the marking ball 就是這樣的 開車 通常地下的箭嘴 就會告訴你 可以轉哪裏 或者怎樣走 然後它在這裡 轉油 但原來是不行的 那怎麼辦呢 它發現有問題之後 它不是游黑這個箭嘴 它在上面有一個交叉 叫你不要轉油 為什麼要 你拿到一個新的油漆 它有一個舊的油漆 拿到你新的顏色 告訴別人 不可以這樣做 然後說起那些道路標示 我去過 是有些人 可能是徒手畫 畫得不漂亮 大家看看這條片 像馬筋 這條虛線是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你看看 你看看 這條是什麼 這條是什麼 這條是直接不離開 出去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這個 如果我搶車 我覺得我會不由自主 想左右跟著它 這樣扭著扭著 然後我們看這個 運貨呢 你想一些東西 安全一點點的話 你會怎樣做呢 就是找東西綁著它 你看看這個 這個真的像 磚頭就這樣鋪過去 不是放在一起的 不斷 隨便可以 垂上去 然後拿兩條帶綁著 就說什麼 secure the load boss 老實說 這個隨便給油漆的車 隨便有個磚 極危險 跟你說 這個都還沒叫畫像 大家看看 這個 secure the load boss 你混沙 你拿一條帶綁著沙 怎麼穿東西 碎石啊 沙 這些是泥沙 你的車走得快 風一吹 每一半 知道嗎 還要拿一條帶綁著 綁著 綁著托嗎 然後我們再看看 補弦 又想補救一些事情的做法 到底員工會怎樣 一條很粗的木 斷了 然後他拿一條短一點 用兩條膠紙黏著 我想說你這個東西倒下 你這個東西也是跟著一起倒下 你這樣做 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想一下 有沒有幫到整件事的完整 你現在是沒有幫到任何手 神經病 這個也是 其實我懷疑是否同一條棍 That will do 那這個下貨 不知道貨是否在倒下 員工不是打算把牌子拿走上面的東西 讓他不要倒下的東西 跟他用一條棍子頂住 神經病 今天還有一個 補充了一條棍子 但問題是 為何兩個包裝 是一樣都150pl 這個是多些 這個是少些 嗯 難道好像ETV那樣 這個洞是轉了下去的 其實這個可以抽上來 其實跟這個一樣不高 你們看一下 街頭妹啦 神經病 放明就是那個員工求偉奇 然後就放了一點點進去 然後就 哎 裝完搞定了 我發現每次看ReadyReview 雖然很好笑 但是呢 笑完的同時呢 我的腦筋很痛 啊 救命 驚醒原來呢 這個世界上呢 有很多蛋弓的人都很帥 所以呢 第一發學的時候呢 就最好 不要那麼帥啦 喜歡這條影片呢 就記得訂閱 因為呢 我現在充到20萬訂閱的啦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就這樣啦 拜拜 如果想做這條影片 記得做牛歡喜 多謝 今集的觀眾作品呢 就是這個 S.I.N.Y.U.的觀眾畫的 卡通風牛仔 多有趣 多謝你色彩繽紛的鬼圖 哈哈 而問答環節呢 就有觀眾問 想學跳舞呢 有什麼建議 其實我覺得呢 跳舞呢 是一個人的東西 最重要不要太介意自己跳得不好啦 那你一直練習就會進步 那就終有一天呢 就會達到你自己想做到的要求啦 那我們今集的影片呢 就去到這裡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呢 就記得訂閱啦 訂閱啦 追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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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參與這個問答環節的啦 還有呢 最重要就是做牛歡喜啦 就可以做一點點看影片 十分之開心的 還有一些特別的Sticker用 沒有啦 就這樣啦 拜拜